你真正的事咱不提了好不好 咱就说今天看房子的事 你今天跟我沟通过吗 今天跟我打过招过吗 我说句老实话 我现在心里头很难受 我觉得我在咱们家地位 是越来越低 我觉得我还不如 那些搭伴过日子的人呢 就像你刚所说的 什么保姆啊保安啊 什么烂七八糟那些人 你还得跟人说一声谢谢吧 我跟你这么长时间了 我对你那么好 为你付诸那么多 你跟我说过一句谢谢吧 廖子林 我不想我们俩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 我有很多委屈 我想找时间跟你讲 你不听 你要说谢谢 对 那好 我向你道歉 应该我谢谢你 我不想生老二 你让我生 我生了两个孩子 你什么都不管两个孩子长大了 老大你一块尿布都没有换过 一块尿布湿你都不会用 你到现在老二你都不会用尿布湿 对 应该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给我一双父母 强制性给我一双父母 让我这些年一直面对他们 在一个屋檐下 我是一个妇产科的大夫 我知道怎么教育孩子 但是我没有办法 我面对他们我要听他们的 我这么大压力 我在单位这么大压力 我在家里这么大压力 我没有办法跟人说 我跟你说 你不听我跟谁说 我自己父母那么远 我说得着吗 我 我 我要谢谢你 我要谢谢你 在我 在我加班 四十八个小时以后 我出来给你买早点 你说油条太凉了 要我给你去换换一个热的 好 我该谢谢你 我谢谢你 我挣钱买房子请你来住 你还对我这么大的意见 什么叫你请我来住 我是你老公啊 买房子我也出钱了呀 我觉得我们俩 我觉得我们俩要搬成这样 要为这些事情吵 好 我觉得 我觉得要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们不用换房子 你换老婆吧 你换老婆吧 我问你 我爷爷是怎么死的 我爷爷是怎么死的 你爷爷老了 病死的呗 我给你挤了这么多钱 给爷爷看病 为什么爷爷却死在家里 你带他去看病了吗 我的小子 你小点声 你也刚走 我心里也难过呀 来了这么多人 你这样嚷嚷 又不都有老房子的脸面 你还知道有脸 我爷爷病了 你不送他去医院 让他在家刚好等死 你的脸在哪儿 你丧尽天良 你还有脸是我呀 你把车祸 你爷爷生命 都是我端吃端尿的 你喂过一口饭吗 你喂过一口水吗 寄两个破钱回来 能代替床前尽孝吗 你就是个骗子 你一直骗我 是我不回来吗 是你一直拦着我不让我回来 你怕我回来了 骗局就拆穿了 从今往后再也要不到钱了 我为什么骗你啊 还不是因为你空吗 要一点给一点 要一点给一点 像挤压膏似的 钱不够用咋办呢 老的也要死 小的也要死 颠得来颠得去 只能包小啊 爷爷出兵为什么不通知我 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 我是爷爷的孙女 爷爷最疼我 你凭什么不让我们见最后一面 瞧你说的 你爷爷的孙女不止你一个 他疼得过来吗 再说了 我这都是为你着想 多挣点钱寄一回家来 比什么都强 你心太狠了 我让你们这你 让你们这 让你们这 人活着你不好好刺好 人死了你把这样的牌上 你是总给人看总给鬼看 犯啦 抽屹活儿 来 你要干什么 你们谁敢动 我自己的孩子 你个外人 跟我闪一遍去 她是我的女人 你们不疼我疼 我不管你们是谁 我告诉你们 今天谁敢动她 我就跟谁玩命 你 来 来 放进去 你就是个摩托飞啊 都打成门了 没人管哪 没人管哪 姐 我是您的钟姐 肯定为您效劳 吃她中心 海涛总算什么呀 我那天都跟她急了 姐 你看看这些天 我为了您的事 东奔西跑上蹿下跳 我像个101中狗一样 您让我三更到 我不敢推迟到五更 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是吧 姐 您人美 心善 高台贵手放我一忙 你别敲敲我分眼行吗 留着我 我会有用 我还能帮你买房子啊 房子嘛 咱是不是想买了 你这脑子还真好使呀 就你这些台词 一喷气味都写不出来 这样行不行 这样 你们家有什么体力活 交给我 我有力气 我帮你搬水 买米买面 买西瓜 随叫随到 免费 那好啊 正好搬家有几个大箱子 你来搬 没问题 何时搬 准时到 就现在 现在 十二点多了 半夜搬家呀 对呀 我只有晚上才有时间呀